在家里就能做出俄罗斯风味的美食 这道菜也是一道东北老菜 天热吃的真的是非常合适 大家好 我是爱做美食的老杨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苏薄汤的家庭版 食材非常简单 首先准备半颗圆白菜 将它切成均匀的丝 然后将它放入清水中 上手清洗干净 放入漏网中沥干水分 再来两个西红柿 切成均匀的小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待用 黄然土豆一个 顶刀切成均匀的厚片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条 切好装入盘中待用 尖椒一个 切成均匀的身 双盘待用 大葱适量 切成葱花 接下来开始制作 锅中倒入少许油 把油烧热 然后撒上少许某某盐 煎土豆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了 咱们给土豆下入锅中 用勺子给它摊平 稍微的煎一下 连煎带炒 把土豆的香味煎出来 接着把土豆推到锅的一边 下入葱花 把葱花炒香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 圆白菜 开始大伙翻炒 给圆白菜炒蔫 炒成这种翠绿色 接着在锅中倒入少许清水 这道菜是拌汤拌菜 所以这个水不用多加 盖上盖子 把汤烧开 烧着三到五分钟 时间到了 把辣椒丝倒进来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盐 少许味精提鲜 稍微的给辣椒烫一下 烫出辣椒的清香味 尖椒的辣和西红柿的酸 两种味道一融合 真的是酸辣又开胃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尝一下汤的味道 如果不够酸的话 可以额外再少来一些米醋 或者是白醋 这样一道俄罗斯风味的东北美食 酥薄汤就做好了 这道菜酸辣开胃 汤鲜味美 几种食材加在一起 好吃又营养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视频收藏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